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了San Sebastian 然後這是一個世界有名的美食之都 這個小小的城市啊 總共有33家米其林餐廳 總共有16顆星星 被稱作是世界上的米其林獅獅最利己的城市 這家店Lavinia 它雖然不是米其林推薦餐廳 但它是巴斯克乳酪蛋糕的創始店 這家店是晚上7點開門 然後我們現在是7點12分 裡面已經塞爆了 這邊現在人超多耶 7點才剛開門而已 對啊 好 我們的起司蛋糕來了 在這裡 超美 那其實我們才等了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 因為我們是在一開門就來了 所以裡面的人其實來來去去也蠻快的 對 而且每個人都站著吃 像我們一樣站著吃完這個蛋糕吃完就走了 對 它其實不只賣蛋糕 它雖然是滷肉蛋糕創始店 那它其實你看看 它還是有很多DAVAS的就是各式各樣的小吃可以吃 那我們就點了一份滷肉蛋糕 它滷肉蛋糕醬子一份是2塊喔 然後醬子是6歐 所以大概就是180出頭 不到200塊台幣 我覺得其實不會算貴耶 那我們就先從滷肉蛋糕下手吧 這跟我印象中的巴斯克滷肉蛋糕不一樣耶 它表面的焦香味超級明顯 但是整個蛋糕體是軟的 有點像是法式烤布雷的內餡 對 它是法式烤布雷但是是多了滷肉在裡面的法式烤布雷 我可以想像如果它是剛烤出來的話應該會更軟 它現在已經是有點常溫了 感覺有點微微的鹹味 但我印象中在台灣吃到的都是比較偏硬的 然後其實印象都沒有到太好 但是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甜味我覺得是完全台灣人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直接把一整塊吃完 不會覺得太膩的 因為它就是很不膩口 就很柔軟 然後外面的焦香 好香喔 然後另一個 這個我點了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 感覺是脆脆的可麗餅的皮 然後裡面有鮮奶油 是鮮奶油 我以為是冰淇淋在裡面 應該是鮮奶油 但它後面有一塊魚 你有看到嗎 它是鹹的耶 對 它是一個鹹甜鹹甜交匯的東西耶 吃一口看看 它是起司 它是灌軟質的起司 然後裡面一塊鹹的那個蹄魚 再加上這樣子的脆餅 它好特別喔 我第一眼以為它是甜食 它是一個完全的鹹食 這個脆餅 非常薄非常脆 應該就是那種脆薄的可麗餅 我們就趕快把這個 點點吃完趕快閃人 準備去吃晚餐了 剛剛我們吃完了就是 巴斯克蘑菇蛋糕 對 巴斯克蘑菇蛋糕 對 巴斯克蘑菇蛋糕 然後跟大家分享說 山西巴斯丹這個城市呢 就是以美食蜘蛛文明 它曾經在2016年還獲得什麼 歐洲的文化美食之都 對 就這個地方就是超級多美食 它呢 這家店呢叫做阿爾達里 然後我是有事先預約 今天晚上的table 那這個是店員推薦我的 他說就是水波蛋 然後水波蛋呢 下面這個醬汁呢是 那種蘑菇醬汁 然後最下面好像還有馬鈴薯泥 然後上面這些碎碎的我猜 看起來有點像培根的屑屑 這看起來超大麵包的耶 超香 然後這個一攬是麵包 好 另外跟大家教一個 教大家一個tip 就是 大家坐下來他一定會問你要喝什麼 你們可以叫Cerveza或是Garnia Garnia就是生皮之外呢 另外一個我比較常點的是這個 看一下 顏色不太一樣 對 一個比較濁 一個比較不濁 這個叫做Garnia跟檸檬 就是呢 啤酒加檸檬汽水 對 所以它是有點 顏色比較七仿 那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喝這麼多啤酒 然後又想要有一點酒精感 就可以喝這個Garnia跟檸檬 而且啤酒比可樂便宜 在這邊大家都會喝啤酒 喝起來都比你喝別的東西還要便宜 那我們就開動吧 哇 哇 喔 它這是一個蘑菇醬 然後底 它是馬鈴薯蘑菇醬 然後底部還有草的那個Mushroom 好香喔 我生起來之後它的蘑菇味 蘑菇是顆粒種的 還是有塊種的蘑菇 哇 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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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好香 它上面那個咖啡色的東西是 南草培根就是榨培根的那種脆脆的口感 然後底部的蘑菇呢還有塊狀的脆力感 超香超好吃 然後這個城市啊吃很多松茸 就在日本吃那個超貴的松茸菇 在這個城市有許多的松茸菇切片 炒了之後一樣是加一顆像水鍋蛋的料理 所以我們明天去尋找這一道他們這邊的 六特色菜 我們的第二道上菜啦 這個也是店員推薦我的 它是蝦 蝦蝦 然後呢 上面 聞起來是有點泰式醬料的味道耶 因為它上面寫是有醋味的東西 有蝦串然後一樣放在麵包上 給大家看一下這隻蝦 非常的Q彈 對啊 很Q彈 這個下面的麵包是有處理過的 不像剛剛就是桌上給我們的就是切過的麵包 它這麵包是有用鐵板煎過很香脆 真的是有點泰式味 這道我覺得好吃 但是因為就是有點屬於異國料理 比較像我們台灣人印象中的泰式料理 就會覺得比較是沒有那麼驚豔 但是它的蝦子非常的Q彈 這個地方真不會是出海產的 接下來這一道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期待的 就是他們家的招牌菜 就是牛臉頰肉 然後呢 用紅酒燉煮的牛臉頰肉 他們是馬鈴薯泥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西班牙料理真的非常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它有很多溫熱的料理 不會像你去一些中歐國家 都是吃比較常吃冷的肉 或是去美國就是吃炸的東西 他們真的有非常多的熱食 然後很多煮法都跟我們的料理所法 有點大同小異 但是會帶有一朵風味 超嫩 你看這樣剝就開了 搭配一些馬鈴薯泥 跟丟點夾肉 還有一些膠質耶 很香 很香 聞起來很香 對 它是牛臉頰肉 是我沒有吃過的部位 我以為它會有點像牛腱 那樣子會化開 但它實際上 從我剝開的時候 我就有點 發現它的纖維比較粗 有看到嗎 感覺脆牛的臉 需要一直動吧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點的最後一道 那這一道呢是 Bancetta Bancetta其實就是 豬五花的那個概念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是脆皮豬 然後這邊是有五花肉的那個質感 所以西班牙人是吃脆皮豬五花的 可是我真的再次強調他們的食物的口味 真的跟我們非常的相近 就是非常適合台灣人 大家可以趕快來這邊玩 我們把它這樣切開好了 三層肉 它的味道好神奇喔 它有點像避風糖炒蝦 上面那個碎碎 再搭配橙汁排骨的那個醬 然後放在豬肉上面 所以它是避風糖炒橙汁排骨 所以我推薦大家如果 來這家店 兩道肉料裡選一個就好 如果你們只有兩個人的話 而且現在月丸啊 整間店都爆滿的人 對 其實是爆滿的人耶 他說現在全部都是要Bar的位置 因為我們是吃很早 我們八點訂餐 他其實是 西班牙人可能差不多九點 或九點半天才開始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趕快吃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去市區走走 放上位給大家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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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哈囉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是早晚還是午安的 午安 你看已經在吃午餐了 今天是我們的旅程第15天 然後我們還在San Sebastian 那因為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早上呢就是冒雨 稍微在海邊走了走之後呢 就找了這家餐廳 來吃一下我這整趟旅程 最期待的就是歐洲筆木魚 那By Sparco這個區域呢 他們就是海鮮很著名 按我們來之前就看了很多人的影片啊 他們會把那個扁扁的筆木魚 放在一個很特製的網狀的一個烤架上面烤 它有一個特別的器具 對對對 那我們就這次就特別點了這個筆木魚 然後剛剛上來就是有先補到畫面的話 是一個超大屏幕魚 然後它會先幫你做好分 就是幫你分食 這邊是它幫我們準備好的骨頭跟頭啊尾巴 全部都先放在中間 然後其他就已經分好了 因為它是很香很香的蒜味 你看上面的蒜片 然後再來是用橄欖油 他們應該是沒有用奶油 但它剛剛有用那個 就是 湯匙 對湯匙做乳化的動作 再把我們淋上來 這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餐 我們來試試看吧 它換了這種刀子 是點瓶的刀子 這專門吃魚的 這專門吃魚的 我們來吃吃看 它有一些大骨頭 但是感覺是很容易就可以去掉的 然後配一點蒜片 嗯 我的印象中的比目魚都停留在日本料理店的比目魚齊鞭肉 你說比目魚齊整個油油的 對 但是我沒有吃過重的大塊的比目魚 因為通常比目齊鞭肉就是薄薄的一長條嘛 它是很Q又細緻的口感 跟鮮魚不一樣 鮮魚是 一大塊的Q 這個是一絲一絲的Q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所以它還是保有我們本來一開始在吃壽司店那種 比目魚齊鞭肉的感覺 對 還是有那種油脂感 但是呢它整塊肉的時候呢 吃起來口感是Q的 好香喔 好香喔 今天有吃這一家 就算誰吧 飼養家來這個區域 通常都是去每一家餐廳吃一點小點心 它的吧檯 就可以點冰球是有一份一份的 但是呢 其實這些餐廳都還是有restaurant的部分 那你就進到裡面 就是有order一個table的話 就不能再吃吧的東西 你只能點它restaurant menu上就是比較大份的 所以剛剛那個小姐就 那個服務的小姐就有問我說 欸這要等一下喔 你要不要點一些 就是starter 他嘗試把我們灌飽 就被我狠狠拒絕了 然後吃完魚了之後 我們可能還可以去昨天的巴斯克乳酪蛋糕創始店 再吃一塊蛋糕 那實在是回味無窮 好我們繼續吃 接下來就看看今天下午 如果天氣變好的話 可以帶大家到殘舌巴巷的景區走走 我要現在給他拍一個照 有人吃完比目魚之後 就過來吃 繼續吃蛋蛋糕了 店店無論什麼時候人都是爆滿的 如果你要來這個地方 你就是要不會拒絕往前擠到bar前面 他就會問說下一個是誰 然後你就要勇敢的舉手 然後你就勇敢的跟他點菜 我覺得日本人來這邊會失敗 他們不敢往前擠 他們不敢往前擠 我覺得是今天比昨天還要更軟 對 昨天是在稍微凝固一點嗎 今天更軟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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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擠進了這間餐廳 叫做干巴拉 7點開門 我們7點10分 擠到最後兩個位置 我們擠到 我們今天心靈擠到最後兩個位置 對 那其實呢 我們在7點的時候呢 已經在另外一家店 先預約了一個一定要排隊的 Dortilla 就是西班牙蛋餅 然後我們這邊吃完 就要趕快趕回去吃我們的Dortilla啦 我們點了是 這個是那個小可頌裡面夾的是 Iberico ham 就是一筆一豬 好再來是一個蝦子跟蛋 還有一點美乃滋中間 還有一個anchobee 我覺得那個蝦子看起來蠻好吃 先吃一下 好啊 他的美乃滋 是酸口的 不會很膩 他的蛋裡面還有一些 一絲一絲的像蟹肉的東西 再來的話是這個 小小的可頌配Iberico 這原本不是我們今天的目標 但是剛剛這兩人看到了 就覺得受不了了 吃下去那個 松果的那個香味整個衝出來 而且好嫩喔 不會咬不斷的問題 好吃 這次我們今天點了最後一個小點 他也是有加熱的 所以先吃一個看看 他很像是一個派皮 的那種酥皮的感覺 然後裡面呢 甜的是螃蟹 欸他叫做蜘蛛蟹 我查了一下 這蜘蛛蟹就是蟹肉絲在裡面 他感覺一口就可以塞進去 對但他剛剛好幫我加熱一下 我要分一半給你 你要表演一口塞嗎 我要分一半給你一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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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點一個好了 我再點一個 哈哈 超好吃的 然後裡面的是 蒸著蟹肉絲做的那種 內蟹 對不是魚漿很軟很軟 它不是像Fish cake 不是像那種魚漿製品的感覺 真的是蒸著蟹肉 加上一些奶油 然後打成了一個製品 然後放在醬子 整個殼裡面 進到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這個煎鬆龍菇 再加上一個蛋黃 外面現在已經塞爆了人 大家在等位置 我現在要準備好我的麵包 我先把它攪一攪 大家都在說Try the mushroom 這不是一般的 mushroom 但是在台灣跟日本都賣超貴的鬆龍 好吃啦 好 好 好神奇 它講的我以為像杏鮑菇 所以我是以為會很脆 但它味道超級濃厚 然後 但它比杏鮑菇再 更容易咬斷 很油的油脂香 然後但是口感一點點像 還沒有那麼熟的薯片 隔壁的人說吃起來像牛肉耶 你覺得吃起來像肉嗎 就是 對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是在素食店買作 就是台灣一些很厲害的素食餐廳做 應該會超厲害的 就是這一道菜像是一家店 不停的龍燈米其林 推薦餐廳 所有人都是為這道菜來的 嗯 嗯 對 好 lions 大家看到 然後這個是Dordia de Batada 就是西班牙馬鈴薯蛋餅 那我們這家呢 下次我們這次特別來排隊的一家店 它在San Cevastien被號稱是 全世界最好吃的Dordia 那這家店好像小站 一天只會做兩份 兩份就是看到那個圓的兩份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那它做完就是賣完就不再賣了 賣完就沒囉 對 所以你要在開店前一個小時在門口先排隊 然後它會幫你記錄你要幾份 而且你一個人不能點兩份 你要有兩個人一起排隊才可以點兩份 那總共一個Dordia只有16份 所以我們剛剛晚上7點來排的時候 我們已經排到倒數第三份了 我們來吃吃看到底為什麼這麼多人來排隊 對 而且剛剛有一個女生在跟她argue說 昨天來已經沒有了 然後店員沒有跟她說明 她發現大家都一直走進來 然後沒有叫到她的名字 我在節目上看到她也是用最單純的做法 最單純的材料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就是 超好吃 麻酥 這條吃到的酒店好像偏紮實 它超軟嫩 你看你知道它就是一個半熟的感覺 馬鈴薯才會是鬆軟不會硬掉 然後呢它裡面還有放青椒 會增加一點它的甜味 它的香味 我覺得值得來拍 但是它2.5欧也不會很貴 只是你就要放一點時間來拍 然後搭配一個這邊的Sidra 就是蘋果酒 超大的 你是不是也想吃啦 我們已經進了今天的第三間Bar 這間Bar名叫做 La Cuchara de San Demo 那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會上個地圖 那這間呢它也是評價非常好 有三四千個評價吧 4.5顆心 那我們今天點了三個它的招牌菜 點了一個是Risotto燉飯 還有海鮮燉飯 這個米粒超大顆的 對 這個米粒我一開始也以為是什麼魚 小魚之類的東西 對 我們先從那個燉飯開始吧 聞起來還會好重 好像那個在家媽媽做那個什麼 太陽白菜的那個會炒小魚的那個味道 嗯 這個不是飯 這個真的不是飯 它很像麵條耶 然後裡面充滿了 我知道 SO醬的味道 所以昨天 昨天那一家店我們一樣有點那個牛 燉牛臉醬 牛臉醬 昨天那一家店呢我給它的評價沒有很好 但今天呢我想說 再來試試看 我們最後一個機會 一樣下面是馬鈴薯泥 欸 我覺得比昨天軟嫩喔 光是剝開 看剝開的樣子 他們上面的調味好像都有放一些粗鹽跟辣椒粉 我看起來比較像花生粉 好香 一樣是好香 這是雀躍舞欸 嫩度是昨天的一百倍臟 但是它偏鹹 因為它上面的粗鹽顆粒還吃得到 所以它有給我們麵包 它也是希望我們配麵包吃 麵包來他們的主食喔 我今天這邊的鴿子都活得下來 是因為一堆人把麵包卸丟在地上 給大家看它的切面 我就是輕輕的這樣剝 我沒有切喔 我就這樣剝 它就化開了 超嫩 然後裡面有一些筋 超級好吃 第三道 我要讓你猜一下它是什麼 這個東西一上來 我還想說為什麼你要點蛋餅給我吃 很像蛋餅 對 它是一個台灣人蠻常吃 但是可能美國人吧 或外國人 歐洲人可能會吃 因為就是歐洲嘛 就是那種美國人進到就覺得 呃你們怎麼會吃這種東西 有點類似雞腳的概念 就是你們怎麼會吃這種東西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猜一下在下面留言 我們給大家三秒 猜一下這到底什麼鬼東西 好啦 3 2 1 是煎豬耳朵 對 它是用豬耳朵 廣告成蛋餅的皮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豬耳朵的軟骨嗎 白色的軟骨 對我剛剛就是看到白色軟骨 它好像是把豬耳朵切得很薄 然後煎一煎之後再捲起來 就是因為看到它有豬耳朵 我只是想吃吃看 國外人什麼料理豬耳朵的 我覺得它切得特別薄 台灣的黑白切因為是滷過嘛 比較軟就會切得比較厚 它這個好像是生的豬耳朵 切得很薄很薄之後 後來用鐵板去煎 我猜應該會有脆感吧 原來是偏鹹的調味 因為骨頭的感覺被弱化了 我吃不太到那種卡絲卡絲吃到軟骨的感覺 它豬耳朵膠質的部分更突出 所以我一開始吃我以為它有果澱粉 但是後來抿下去發現它其實是豬耳朵的膠質 因為它的膠質的部分本來是比例比較高 然後耳朵的軟骨變得很薄 比例變得很小 吃起來是脆脆的 就是外面煎得脆脆的 但是呢 突然就一股膠質感跑出來 這也要配麵包 但是很特別的豬耳朵 驚艷 我們剛剛前三招吃完之後 忍不住又再加點了 其實他們 有人受不了了就點了第四刀 對 這他們的菜單上第一個蛋裡面有點嗎 是Gucci Nino 就是烤小乳豬 我可以吃了嗎 我可以吃吧 肉質超嫩 吃不太久還是豬欸 好細好細的肉質 然後 一樣 就有放一點果醬的感覺 有點硬一點點甜 就是 整體是鹹的 但是最後淋了一點果醬 然後它有點粥和一點那個味道 我覺得它的牛臉頰肉跟這個 炒小乳豬都比昨天那一家更精緻 但昨天那一家呢 其實也有自己特色的菜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是可以放大地圖 然後先看一下它的菜單 然後跟大家吃點 雖然每一間 這個是bar 都會做一些重複類似的菜 只是每一間店它自己的special 你都用不太一樣 這家剛剛那個臉頰 跟那個豬豬肉 真正 啊還有那個飯 飯也超特別的 那我幫你切一個 可以再一個 OK 拜拜 好